英德大戰在郭台銘宣佈參選之後 很多人都忘記 他們還在互相空襲當中 網路上仍然是站得你死我活 不過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也觀察到一件事情 蔡英文跟賴清德在打仗 但是另外一個人非常的忙 他忙也不是在忙著幫蔡英文打仗 而是在忙著幫自己打仗 最早的一波起手事 就是公股行庫的高層人士大換血 一口氣換掉了 這麼多公股行庫的董事長總經理 這一個計畫 據說總統府事先完全不知情 這跟過去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過去可能是服務院談好 所以一整個晚上電話打來打去 大家都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是蘇貞昌要換人 還是蔡英文要換人 還是蘇貞昌在蔡英文不知情的狀況之下 要換人 但整件事情最後還是聽了蘇貞昌的 雖然經過幾分的折衝 是不是蘇貞昌趁著蔡英文 現在正在初選 絕對不能夠跟他把關係打壞 所以就開始動手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包括現在最新傳出的 中華電信的董事長的人士 現在的董事長正優是說 因為已經65歲了 所以就要求退休 不過蘇貞昌馬上提名了 總經理謝忌茂去升任董事長 非常湊巧的是 這一個總經理謝忌茂 也剛好是65歲 所以有一個65歲的必須借齡退休 有另外一個65歲的 去接下這個位子 因為正優一直都被視為是小英人 蘇貞昌這個時候這麼大動作的 去換蔡英文的人馬 到底蔡英文知道不知道 還是有苦難言 我正在初選 我能說不嗎 另外一件更離譜的事情 是一個媒體上報所報導的 他說黨政知情人士說 蘇貞昌為了要立保張宏露 張宏露是現任的立委 蘇貞昌的子弟兵 然後在接隔魁前 是徵詢第七選區的羅智政入閣 希望能夠把位子看出來 藉此讓何博文轉戰羅智政的選區 但是羅智政拒絕 他沒有要進內閣 黨政人士又說 蘇貞後續的作為 就是因為何博文的參選 已經激怒了蘇貞的高層 因為他的民調比較高 所以就激怒了蘇貞的高層 面對服院黨的關注 何博文現在同意要退選 終於可以平息蘇貞之怒 所以蘇貞昌的權力 現在是凌駕於蔡英文總統之上了嗎 什麼事都可以喬 我們看宮古人士可以 中華電信可以 甚至連他的子弟兵 要選立委的提名權 都能幫他喬出來 現代喬王 蘇貞昌 我覺得蘇貞昌是 趁你病要你命 反正知道你現在的五人小組 我是重要成員 我現在高興怎麼換就怎麼換 你蔡英文敢說一個布嗎 敢說一個布的話 五人小組裡面 我就跟你搞一搞鬼 看你跟賴清德之間 你本來民調 就是屬於比較弱的地方 你本來就是比較屬於 我來瞧的人 我覺得這個蘇貞昌 已經到了非常膽大妄為的地步 尤其是他對公股 航庫 這種全部一把抓的情形 我們等一下再來幫 我們的新北市議會同仁 何博文總召 抱一點不平好了 佛同選區的 對 人家選舉的時候 也捧你蘇貞昌捧得要死 對不對 跟你這個蘇貞昌聯合競選 然後要跟你一起衝衝衝對不對 然後結果在他跟蘇貞昌的子弟兵 張宏露在競選的期間 就是兩個人在競爭 民進黨內初選的時候 何博文也非常的嫉妒 因為為什麼 張宏露有好多關愛的眼神 從各個方面的報紙的 電視的 看板的 然後何博文就很心酸的說一句 我好羨慕 我好羨慕張宏露 希望蘇院長官安的眼神 也能夠稍微投射來我這邊一點 畢竟我是一個更會衝的人 更會衝這句話 當場就惹火了蘇貞昌 聽說蘇貞昌在黨內 是為了何博文要參選的事情 發了不小的脾氣 那麼當然現在 他把何博文給喬掉 某種程度非常符合什麼 非常符合現任者優先這個邏輯 所以我想蔡英文 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反正各個選區都有 現任者優先這個東西出來 我想一定是非常符合 蔡英文的心意 回過頭來講公果行庫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離譜 因為她這一次的大換血 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的 並不是像她口口聲聲的講的 說什麼以專業為唯一的考量 更荒唐的是 為什麼同一個65歲要退休 同一個65歲可以接任 這完全都是私心在作祟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講 賴清德很不滿 而且一定要出來選的一個理由就是 他一不當格魁以後 他的人馬馬上就被幹掉 不管是做得好的 或是做得不好的 像那個養鴨博士 那做得不好 那做得好的人 也一樣被蘇貞昌給幹掉 所以你就知道蘇貞昌 是現在趁著 這個蔡英文跟賴清德 兩個在鬥的時候 兵荒馬亂的時候 他剛好作響其成 我為什麼說人事 這個金融行庫的人事布局很離譜 因為第一個坦白講 有一些像台銀 土銀 這些政府幾乎是百分之百股東的 你說你要去變 你要去幹嘛 大家還比較 雖然也要看你的專業考量什麼 大家還比較沒有話講 可是像這一次變動的 第一金 華南金 張銀 土銀 這些是什麼 這些有很多的小股東在裡面 結果你這一次的布局是什麼 你是根本不是等到了 那個期間到了 甚至有一家是 董事會6月就要開了 迫不及待 4月就把人家拉下來 硬要換成蘇貞的自己人 完全不管你小股東死活 更誇張的是他完全掌握以後 比如說像離岸豐電這些貸款 他就壓著自己人 一定要去給這些離岸豐電廠商 根本就不符合所有小股東 跟銀行的利益 他不管這些東西 未來會不會成為 這些銀行的呆帳 全來都沒有在管 如果連離岸豐電 為了達成使命必達 都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請問一下 未來選舉的時候 這些蘇系的人馬在裡面 是不是不管今天是 賴清德出現也好 或者是我們預期的 蔡英文出現也好 全部都要看蘇貞昌的臉色呢 蘇貞昌說要給你錢就給你錢 蘇貞昌說公虎行庫的錢 可以動來選舉 就可以動來選舉 我們合理的之一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蘇貞昌是掌握了這一次 民進黨在台上最後一任隔魁 蘇老的最後的最後一任隔魁 蘇老的最後一任隔魁 最後一個熱帶氣旋 讓他上來可以主掌 這些所有航庫的身殺大權 再謀他自己子弟兵 以及他的人馬 掌握所有國家裁員的這個司令 去年蘇貞昌在新北市選市長 我觀察他一年 因為我選4億元 我發現他這個人就是 只要他喜歡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我覺得小英總統也非常可悲 就是三中無老虎 讓蘇貞昌這種人可以當大王 蘇貞昌我講一下去年他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 那時候我們選舉的時候 在打聖澳電廠 覺得污染很多 明明蘇貞昌在2006年 當行政院長的時候通過 他硬說是朱立倫2009年 當副院長通過的 第二個 蘇貞昌 我們板橋有一個新板特區 是油清規劃的 蘇貞昌居然說這個是他規劃的 還有 我們新北市政府以前在推萬里蟹 大家都吃過很好吃 讓業績成長很老 那時候蘇貞昌當縣長 根本沒有萬里蟹這個名稱 結果他選舉的時候 我當時推萬里蟹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他講什麼 他是什麼 你剛剛那個模仿很傳言 你說說謊都不用打草稿 說謊都不打草稿 而且很多質疑是 他自己照著念還推給我們 譬如說有一條 我叫男子溝 裡面非常臭 他說西北市政府 我都沒有做事 是他沒有做污水下水道 所以我整年 我被他整個都嚇到 我說怎麼會有一個人 臉皮可以這麼厚 他現在在打假新聞 蘇貞昌才是最大的 假新聞製造機 我們去年攻擊他 他以前在2000年的時候 他們家有180萬被偷 護照也被偷 結果180萬不敢報案 但是護照被偷了 必須要補辦 台北市家中調了 利用台北縣長的職權 叫台北縣的警察 去幫他查護照的事情 後來這個事情被美里揭發 他怎麼講 他說180萬裡面的100萬 是母親給他的紅包 另外80萬是當時的 選舉的零用金 結果去年選舉 在被攻擊的時候 他改口了 他說這180萬是媽媽的錢 媽媽已經過世了 大家不要消費媽媽 那你怎麼兩次講法都不一樣 你第二次講話的時候 媒體有報 你不就是製造假新聞 你自己怎麼都沒有事 你有什麼資格說假新聞 最近一個我覺得最扯的 國發會通知地方政府 請地方政府編預算 罰單手續費 罰單手續費 說要推行動支付 一些規費的手續費 要地方政府吸收 結果蘇貞昌 臉書PO出來 這次假新聞 又罵這個消息打新聞 結果 新北市政府把公文調出來 你明明就有通知我們 叫我們編預算來吸收 你蘇貞昌 明明你自己就是 後來道歉 後來因為這件事情道歉 你之前你第一次 怎麼可以說是假新聞 你什麼事情 你都推個假新聞就好了 政愛說你是假新聞 你就假新聞 對 所以什麼話都給你講就好 所以蘇貞昌會做出這些事情 我覺得也不會奇怪 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何博文跟張宏露的事情 因為他們兩個剛好跟我同選區 張宏露就是蘇貞昌的 愛將中的愛將 跟了蘇貞昌非常久 蘇貞昌當台北縣長的時候 張宏露是民政局長 還讓他代理板橋市長 一手提拔他 何博文曾經跟張宏露選過一次 板橋的市議員 那時候何博文是第一高票贏張宏露 但是後來遇到立委選舉 讓張宏露去選 這一次何博文覺得說 他的民調比較高 他還想來爭取一下 其實何博文是非常有機會的 現在民調誰比較高 我們都預估是何博文會出現 那時候都覺得說 何博文會對手就是何博文 張宏露經營了那麼久 結果民調還輸給何博文 所以他昨天哭了 何博文在議會多強悍 罵人都不會結巴的 結果哽咽 我沒有看過何博文這樣 早上我遇到他就病奄奄的 我們不知道他要退選 就跟田一堂就不一樣 結果果然在記者會 多委屈 如果不是多大的壓力 為什麼會這樣 約蘇貞昌逼蔡英文 我的子弟兵沒得選 我也沒辦法支持你 你想怎麼現任優先 我張宏露就現任優先 你都不支持 我怎麼支持你的現任優先 為什麼會這樣 約蘇貞昌逼蔡英文 我的子弟兵沒得選 我也沒辦法支持你 你講什麼現任優先 我張宏露就現任優先 你都不支持 我怎麼支持你的現任優先 所以很可憐 你說你錢上身 對啊 馬上臉 何博文 我覺得何博文就吃虧在這一點 有虎說不出 為什麼 因為何博文才剛選完4議員 其實大家都知道 剛選完4議員 競爭很激烈 我們跟他競爭很激烈 我們那個選區 國民黨跟民進黨都很激烈 國民黨之間也很激烈 民進黨之間也很激烈 你知道我跟我同黨的一個議員 那時候我們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很喜歡卡位 都喜歡擠在後移旁邊 搶鏡頭 有一個市議員他比較高 他都站後移後面 因為他這樣比較拍得到 然後有一次我不小心擋到他 你站後面 女生站 因為他怕我擋到他 連續兩次這樣罵我 後來 你是要選立委那個嗎 對 我等一下跟他 同志比敵人還可怕 然後連續兩次你站後面 我想說 我又想說卡位克克克的 你快不會分給我 大家卡克關你什麼事對不對 上了像誰長得好看 讓選民去評斷 你評怎麼管我站哪裡 後來有一次私底下 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不要在鏡頭前面 叫我站後面 如果我不爽 我回頭說關你什麼事 我們就一起上新聞 然後他就說記者有報嗎 我說當然我拜託記者不要報 他說我幫你多少 我告訴你 如果你要這樣的話 以後大家都對著幹走著橋 然後後來 結果 你是被政治耽誤的藝人 我確定 結果各位 他現在要去選立委了 你覺得我們可以接受嗎 你要選立委 你要選立委很棒 你為什麼選議員的時候 不讓我們一點 什麼位置你都要 當然我們就比較不能接受 你連邦之恩好了 都是板橋的 沒有 另外一區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議員之間已經豁出去了 沒有 這是事實 所以何博文現在 也是遇到一樣的情況 因為他剛選上議員 這些跟他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互相搶不到機率 所以你說 你剛剛選上 你為什麼就要挑戰立委 你為什麼去年你不讓出來 所以他接受到這樣的悲難 所以很委屈 但是這個我可以體會 我們也遇到這樣的情況 但是就是我覺得 罪魁禍首還是蘇貞昌 如果說蔡英文的民調 一直爛下去 我們就看到 蘇貞昌權力越來越大 很可怕 沒有 我覺得 一定要支持我們委員 就是要 這次就是要把張宏露給幹掉 還何博文一個公道 跟最文宏的選區嗎 他的選區是羅智政嗎 沒有 張宏露是跟 不是柯委員 張宏露是跟維持的那一個 我也沒有指名道姓 我也沒有指名道姓 剛剛葉宏露已經把那個 非常有可能擊敗張宏露的人 罵了一頓 不是在罵的那個人是不是 沒有辦法幫何博文報仇 蔡英文當總統底下 蘇貞昌現在是最好命 握有最大權力的格魁 林權跟賴清德都自嘆不如 我之前聽說賴清德任內的時候 一個公股銀行的這種 國營事業的董事長任命案 都要蔡英文同意 所以他掌權掌得多兇 那時候賴清德在他底下的時候 現在他為了自己的總統初選 什麼都放 為了他現在可以贏 什麼都可以讓 讓到這一種已經讓蘇貞昌 可以俠天子以令諸侯的程度了 所有的權 幾乎都已經在行政院院長的手上 他真的是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沒有人可以顧得了他 特別是最近這一個 中華電信 這扯不扯 你說你年紀太大65歲 然後這個人上個禮拜也滿65歲 理由何在 我覺得現在蘇貞昌是要把他過去 他的人脈可以酬庸的人 每一個位置都要補好補滿 通通都要換上他的人去 他自己心知肚明 小英怎麼選也選不上了 明年2020 1月11號以後 就要改朝換代了 所以他欠的人行 他的好朋友們快一點 趁著我現在還在 行政院長任內的時候 能補好補滿的 每一個位置 不管你好不好 你不是我的人 換 所以他這一波真的幅度太大 讓人家看得瞠目結舌 但是請問 我們整個政府的體制 是讓大家來作威作福 然後說是我的人 我的人 我來自從中傾根 請問 那個人家看得到 那這個我真的會知道 添加什麼馬鈴 我真的沒有人家看得到 是不知人家看得到 是不知人家看得到 沒有人家看得到 那個筆子 是不知人家看得到